今天我们来探讨为你疯狂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Luna 你也可以叫我阿比丘 我又回来为你们做一个新的大众占卜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谁是那个为你疯狂的 就是那个人 下一个对你用情自身的人 谁无法自拔的爱上你 你们知道的,像往常一样 我这里有十个号码 和四张小鹰骷髅牌卡 你们可以用左手感应一下 或是用你们的直觉 选择比较接近你目前磁场能量的号码 或者牌卡 看看哪一个是你 这个呢是二号 这是五号 这是三号 这是二十号 二一三二十 就是这个骰子上面 或者选择一张小鹰牌卡 不是你们想要预约一个诗人占卜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址 你们需要提前至少一天与我预约 我的诗人占卜是有限开放的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订阅 或者牌卡了吗 那我们就不啰嗦 接着看你们今日的大众占卜 好咯 选择二号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谁是那个为你疯狂的那个人 谁是对你用情自身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选了这个定的牌卡 定也可以代表锁头的意思 代表就是他锁定你了 他真的实实切切的锁定你了 这个人 要么就是你认识的就是 他喜欢你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或者就是在暗恋你了 第一次他见到你 他就觉得你是他的唯一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个为你疯狂的那个人 第二张牌卡 五 他不管就是呢 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结果 他不在乎这一点 他最在乎的就是呢 就算一无所有 我也要试图的接近你 就算你没有办法回馈我的情感 你没办法爱上我 如果有的话 他也觉得那就太棒了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是锁定你哦 这个人 我们这里有两张牌卡 洞 嗯 他不管就是呢 你到底有没有人处理他 你有没有把他 冰在这个冷冻当中 他根本不在乎 他最重要的就是呢 他就是喜欢你 树 他觉得就是呢 感情就是像 树这样子 像大自然这样子 要好好的经营 要好好的灌溉 所以他觉得就是无所谓 你现在不喜欢我不代表 你将来不会不喜欢我 你现在不爱我不代表将来 你不会爱我 我只要细心的呵护这棵树的话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总有一天我会看到就是我的 我的感情会有所进展 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有所进展 他总觉得因为你选择 你也选择了二号 二号是个灵魂伴侣 然后也可以代表情侣 可以代表真爱 他觉得就是 你就是他的真爱 他非常非常喜欢你 非常非常的爱你 他就是锁定你了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福 福可以有几个意思 其中一个意思可以强调就是 如果他追求你的方式 或者接近你这个方式 行不通的话 他会从更高的角度去看一下 怎么接近你 可能就是看一下就是别人怎么追求 一个恋爱对象 又或者就是如果是个女生的话 可能直接会比较令人困扰 所以他就可能会暗示 所以他会从比较高的角度去看 就是怎么接近你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漂浮一点 可能比较浪漫 可是又不切实际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想要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会制造浪漫 可是他心里面他这个个性呢 他的真实的个性 其实他是个很实在的人 可是如果要接近你的话 可能需要有一些浪漫的一些手段 这是我看到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牌卡 我们看一下这个clear card 先倒过来比较好 这个行动的牌卡 他这个人在近期应该是会有一些行动力 因为他真的是锁定你的 行动的牌卡在定上面 就是这个锁图上面 他是那种蛮明显的 他喜欢你其实蛮明显的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 他近期就是近三个月之内 会有所行动 要么就接近你 要么就追求你 可是你们有一部分的人 已经知道他是谁 因为太明显了 比如代表什么 这张烽火水土 烽火水土的牌卡 可以象征着 它不管就是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 他就会知道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 如果他知道这个场所看不到你 他会去问一些人就是你 你会在哪里就是出现 如果是工作场合的话 可能是安逆你的同事啊 他可能经过那个茶水间什么的 他就是在那边蹲点 就是要与你碰面 与你讲话 也有这个可能性 或者就是你可能去一个商场 常出现在那个商场 所以他就会在那边蹲点 就是制造一些巧遇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一下动 跟知识 Tomoyo他知识 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人 可能就是他对你的看法 就是你好像很聪明 然后知识他很喜欢拍小音 可能你喜欢拍影片 可是有时候也可以代表就是 可能在讲他自己 他是摄像 他是那个摄影师啊 喜欢拍一些摄影的东西也说不定 因为知识就是你每次拿着那个 那个照相机去拍小音 然后知识有另外一个才华 就是他很会设计衣服 所以可能你或者 这个喜欢你的人是一个设计师 或者服装设计师 或者很喜欢服装的一个人 很喜欢衣服 很喜欢买一些穿着的一些比较亮眼的一个穿着衣服 因为他自己穿着是 在工作场合是蛮低调的 可是如果在一些开派对还是重要的场合 他会穿的比较华丽一点 嗯 知识也是小音的这个 不知道是唐秘唐姐还是表秘表姐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认识你的亲戚 也可能认识你的好朋友 因为他也是小音的最好的朋友 又或者他接近你是想要跟你当朋友先 然后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下面是动的拍卡 所以他觉得当朋友先还比较好一点 或者透过 好友或者亲戚这个 攻略 这个沿袭攻略吗 对他就是在想要攻略你 好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秋慧 秋慧也是小音的另外一个好友 可是他有一点 有一点好像他有一点失去记忆啊 然后有一点搞不清楚他的状况 虽然他非常善良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 迷糊 可是这个迷糊是因为来自于就是要么他睡不够 要么就是他记忆力不好 这可以讲你或者讲这个人啊 可是他 他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位魔术师来的 他虽然迷迷糊糊 有一点好像有点丧失记忆这样子 可是他的魔法能力其实是非常强 所以别看他这样子 当他清醒的时候 或者他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 或者就是没有人去 影响到他的记忆力的话 他其实 蛮稳重的 然后事业有成或者工作 蛮稳定的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创作师来的创造者 有办法去创造任何他想要的 很实在的一个人 也可以再讲你 也可以再讲你 我们这里有momo momo是非常 照顾 秋会的一个 守护灵来的 他不只守护一本书 那本书是跟时间有关的 可是他有点拽 这只小兔子有点拽 我很少在momo上面有人讲拽这个字 可是因为福加上momo 所以可以代表就是 他要掉起来卖了 因为如果他太积极追你的话 可能有点显得他没有价值 或者他掉价了 所以他要掉起来卖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可能有点拽 可是你怎么看他 都是很可爱的一只小兔子 不是好欺负的这只小兔子 他也是一个魔法示爱的 所以他不是好欺负的 他掉起来卖 讲话有点冷酷冷酷这样子的 这可以讲你或者 或者再讲他 所以这有点 可是我更感觉到是他 因为福的这张牌卡 比较像是在讲述他 从更高的角度去看 所以也代表就是 他把自己放在很高的定位 这样子 如果太 如果太积极的追求 会变成一种跪舔的一个状况 就是跪下来舔你的脚的一个状况 所以不要有这种很卑微的一种 一种追求方式 所以他有一点 把自己抬高他的价值 这样子 掉起来卖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雷纳曼拍卡 如果你们想要学习雷纳曼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白月亮会员 我们看一下 他是谁呢 他非常爱家 要么就是他非常爱他的父母 非常孝顺的一个人 要么就是他 其实担起了整个家的经济状况 蛮稳定的 你看到他戳了两张树的牌卡 小英的牌卡这是树 然后这里雷纳曼也有一张树的牌卡 代表他 个性很稳重的 船可以代表就是 他要是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国家的外国人 要么就是 近期会搬家的一个人 他也非常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 他们有些 是在一个机构上面上班 任何的机构 可以代表一个公司 一个机构 要么就是他有自己的公司 这蛮有趣的一个个性 他的人缘其实不错 有很多人喜欢他 他认识很多人 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广 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家庭背景 非常重视教育的那一类 要么就是他高学历 或者他的家庭里面 他们家族里面出了很多高学历的人 他们非常重视教育 非常重视 如果你不读书 你不读到高等教育的话 没有关系 你要在家里面不断的进修 他们非常 他的整个家的这种氛围 是比较积极向上的那一类 他们在 他跟他家人 尤其是他 他的身体健康非常棒 非常旺 所以身体健康很好 我知道这个有点题外话 可以在讲说他可能是外国人 目前为止他对 就是他的事业状况 其实很不清楚 他的事业蓝图 他的事业走向 他的职业生涯 他可能有点模糊不清 可是他其实整体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 积极乐观的人 非常开心过那种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会非常幸福 所以刚开始 我是觉得这个占卜 因为他锁定你 有一点看起来 他好像有点恐怖这样子 他好像一个跟踪狂什么的 可是我沾很多的牌卡之后 发现到他其实是一个 不错的人 讲真的 我们抽几张塔罗牌卡来看吧 出五张吧 他是那种放长线钓大鱼的那种人 就是他不会那么的 行动力不会那么的快 他是会有行动力 只是他行动力是那种 不是那种会吓到你的 因为他也不想吓到你 其实权杖八可以代表没有联络 或者近期没有联络 可能你封锁他还是怎样 还是他觉得就是太快进攻 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所以他需要花一点时间 去思考一下怎么办 目前为止他没有再倾听自己的直觉 所以他对于就是你有点不知所措 近期他应该是没什么行动 因为他要讨回一个公道 我不知道是你曾经拒绝过他 还是他现在目前为止 觉得时间还还没到 可是三个月以内他就会有行动力 其实不是近几天 也不是近几天 他觉得你非常有魅力 非常自信 非常 非常热情 要么你外貌看起来很漂亮 或者你外貌看起来很 很符合他的神秘观 他不相信灵修相关的东西 他不相信这种第六感 直觉这种他不相信 有一种好像就是 近期还是别联络你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觉得付出太多 可能会受伤什么的 可是他觉得你很漂亮 你很美 他有点犹豫的一个状况 可能他上升太阳月亮 有水瓶座 天瓶座 狮子座 射手座 牡羊座 还是这是你的星座 他在纠结 就是到底要放多少的时间 以及精力在你身上 他有点犹豫 因为最终还是要 最终还是担心就是你会不拒绝他 还是你曾经已经拒绝过他 所以他现在有一点怕 他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这个为你疯狂 爱你到无法自拔的这个人 他很想你 对他一直在想你 所以这导致为什么他有点犹豫 因为他怕他接近你之后 你会被吓到 他一直在想你 然后他对你是有很疯狂的那种想法 可能有十八镜的那种想法 不要忘记我 这很有可能是你前人 又很有可能是 你曾经跟他碰面过 可是你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可能你只见过他一次 可是他远远的看到你 可是他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所以他这个人你都不记得 目前为止你是没有联络这个人 他觉得你非常的有趣 想要进一步的认识你 我准备好了 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他会准备好 三个月以内 三到六个月以内 最久也是六个月 大部分的你们是三个月以内 可是现在你是没有跟他联络的 这是我看到的 好我们看一下宇宙有什么 其他的最后的信息想要告诉你 这是我的爱我牌卡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站 好看一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个比较像是他 他非常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 他其实是一个蛮冷静的人 冷静深呼吸 先让自己放松一点 打坐有几个意思 一就很有可能 因为已经讲说 他不是一个非常灵修的人 可是他是那种 如果他紧张的话 他会可能 先告诉自己要放轻松 要冷静 可能他会吸气跟吐气这样子 花时间与动物相处 动物会让你开心 他很喜欢动物 你并不迷惑往内心里面看 他其实对你 其实有一种强大的迷惑感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追他 还是我到底要不要接近他 他害怕 害怕就是被拒绝了 其实蛮担心的 就是如果你不接受他怎么办 可是没有关系 我就锁定你的一个这样的占卜 我希望这个占卜 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如果你们想有个更详细的占卜 可以跟我预议一个私人占卜 或者就是加入我的百月亮会员 每个星期我都有上传一个会员 占卜影片 或者你们想要学习Lenoma 或者吊式占卜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百月亮 全部的信息都在以下的说明框块里面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选择1号的朋友们 你们选择了花这张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谁在为你疯狂 花这张牌卡比较像是在讲说 就是你的你的桃花要开的 你的爱情要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几张牌卡来详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一个状况 就是谁是那个 谁是那个为你疯狂的人 因为又是抽到5 为什么你们一直抽到5 应该是这样讲吧 你们目前为止 跟这个人是零互动的 跟就是那个2号的朋友们一样 零互动 所以这个人觉得就是我锁定 应该不是讲说我锁定你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2号是讲说 讲述就是这个人锁定的2号 你们比较像是就是他 不管就是你喜不喜欢他 不管就是你爱不爱他 在他心里面 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漂亮的你 最自信的你 最灿烂 笑容很灿烂的你 花可以代表就是外貌上很好看 或者很符合就是他的生命观 别人怎么讲你都无所谓 别人怎么批判你都无所谓 在他的心里面 你永远都是那一朵漂亮的花 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在盛开 然后你可能在你追求你自己想 喜欢做的事情上面你是最亮眼的 还是就是当你出去 与他碰面的时候 他觉得就是你是非常漂亮的 每次都被你 就是可能你有个灿烂的笑容 我是有看到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觉得跟你之间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你出到轮这张牌卡 代表就是他很疑惑 他心里面很疑惑 这个为你疯狂的人 为什么一直碰到你 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明明就是想要放下你 可是为什么在一些场合一直不断的碰到你 因为轮这张牌卡 在小音的动漫里面 小音是他在跑步嘛 他跑一个马拉松 然后那个他一直在那个轮 因为这张牌卡的出现 所以他也是在那个同样地区的这个轨道那边 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走不出来 他就觉得怎么一直遇到你呢 怎么就是走不出这个轮回 要么就是他想你想到这样子 变成一种吸引力法车 所以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 怎么就是无意间的会遇到你 碰到你 炮 他对你其实是有很多的幻觉的 很炮很粉红炮炮了 就是对你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 恋爱憧憬 就是很不实际 很不实际 可是又一直碰到你 会觉得这是缘分 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或者幻想 跳 跳有几个意思 可能代表就是他有时候蛮跳透的 就是跟你讲话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他讲的话有一点没有逻辑 所以你会觉得他怎么从一个话题会跳到另外一个话题 你会觉得很惊讶 但是因为他喜欢你 因为在喜欢人的面前他也会紧张 所以他有时候讲话有点跳透 当然也有看到就是他这个人会比较活泼一点 或者坐不住 有一种小小的雀跃感 就是他来了 他来了 他的心碰碰跳的这种 他会紧张 他看到你会紧张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为你要疯狂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你某某这张牌卡跟花 他觉得在他的眼里你是一只小白兔 你很可爱 你很漂亮 你很符合他的审美观 如果不是可爱的话 就是你很无害像兔子这样子 这皇冠那边 你可能是 你虽然看起来很 很像兔子 或者很无害很可爱 或者就是没有什么侵略性 就是看起来温温的 可是你头上面这个兔子耳朵上面是有一个皇冠 在那边 你有这种领导角色 小小的女王角色这种 还蛮吸引他 反射 反射 反射有点 反射就代表就是他的不安全感会反射在你的 你的身上 或者他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蛮明显的 然后这里也可以讲说他在你面前可能觉得 你不喜欢我无所谓 你不想跟我做朋友无所谓 可是 他的这个 他是 这种自暴自弃 觉得不能够跟你在一起 这种想法 他有一点 你可以感应得到 你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有反射到你的身上 他不是无所谓 他只是 没自信 轮火焰 你每一次 多一次的与他碰面 你会激起他心中的那把火 那种热情 爱上你到无法自拔这种 疯狂的那种 他本来 第一次与你碰面的时候 就已经一见钟情了 第二次遇到 就讲说怎么这么巧 第三次就在碰面的话 他觉得就是缘分了 第四次就是为你疯狂了 所以你每个他碰面一次 他觉得这都是缘分 这都是就是为你爱上你这种 风跟泡泡有几个意思 可能他喜欢甜言蜜语也说不定 可是也可以代表就是 他讲话很飘 就是好像有点 你搞不清楚就是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他说的东西很梦幻 或者就是很多的甜言蜜语 小鹰的拍卡跳 然后这里有青蛙装 小鹰穿到青蛙装 它的确是没有办法做主 你会发现到他可能有点过动额的这种状况 他没有办法待在一个地方 然后会跳来跳去啊 会走来走去啊 一直在走动的一个人 你会发现到他有一个这样的特质 我们看几张雷语曼牌 来看一下就是他还有什么其他特质 如果你们想要学习雷语曼 可以加入我的百育量会员 好 对他觉得就是先当朋友 不会比较好一点 对他会先跟你沟通 可是你会发现到 他不只是想跟你当朋友 因为这里讲说他沟通有点粉红泡泡 有一种就是喜欢你 你会感觉得出来 你去到哪里他都会跟随你的一个状况 当然船的牌卡可以代表他或许是一个外国人 或者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镇的人 可是如果放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在讲沟通的话 他可能很喜欢跟你谈旅游相关的东西 外国的东西 游学的东西 海外工作的东西 或者就是他 你会发现到他很喜欢谈工作 或者他的生意 他的事业 他的金钱 或者很喜欢跟你谈一些银行相关的东西 有一点奇怪 我说到这个事情 很有可能你是做银行的 或者他是做银行的 也很喜欢跟你谈论一些知识相关的东西 上学 上学历 教育 还是你近期有学什么新的东西 他比较喜欢谈论这些 然后他蛮突然 突然之间 你会觉得 怎么他变成我的朋友了 可是他这个人还蛮活泼的 他尽量塑造一种形象 就是他是很活泼 很清明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然后他有很多话题可以跟你聊 他话题有一点滔滔不绝的一个状况 他话题是转来转去 可能会问你就是 你最近有什么新的改变 你有什么改变 你有什么改变 你对于怀孕 有什么样的 生小孩有什么看法 组织家庭有什么看法 还是他在听你在讲这件事情 还是你的身边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小宝宝什么的 还是就是可以代表 因为这是一个大宗章谱 所以这个话题非常逛 我们就这样讲吧 他的话题非常逛 不约束以上讲的这些话题 可能有涉猎到这些啦 可是他的话题真的非常逛 他什么东西都能说 他什么东西都能谈 他真的爱上你 这不是喜欢 爱心的牌卡可以代表爱 然后他一旦爱上一个人 他有一种控制欲 他想跟你结婚是小孩 所以很有可能 他没有在谈论小孩怀孕这个 可是他心里面有在幻想 就是想要跟你组织一个家庭 他已经开始幻想有点偏远了 已经已经已经 一可以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他小孩的牌卡 也可以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 他的确是想要 跟你展开一个新的感情 所以他对你是有一种幻想跟想法的 就是要跟你谈恋爱 要么是你是单身 要么是他是单身 可是比较像是他是单身 然后他有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他个人的生活 他其实不需要靠另外一半 他蛮独立的 他蛮独立的 然后蛮自信的一个人 蛮独立蛮自信的 他曾经没有钱过 可能他的家庭背景 或者他曾经乱花钱 导致他的经济状况不好 他有经历过贫困的时候 他有经历过就是 没有钱的时候到处跟人家借钱 或者到处想要人家帮忙他 可是那时候他经历的这些苦难呢 其实很少人来帮他 所以变成就是他得自己去努力的赚钱 来维持他的生计 或者就是养家之类的 现在目前维持他的经济状况 是足够满足他自己的生活 他说话有时候有点鲁莽 或者就是他 这个人有一点小 有一点冲动 小冲动 讲话蛮直接的 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 没有想清楚往前冲的一个个性 他上升太阳月亮可能有天平双死水平座 因为这代表风向星座 要么就是他是30岁以下的人 要么就是他的能量磁场比较偏 有一点还没成熟的一个磁场 也是因为他的鲁莽 而之前的鲁莽而导致 就是他的经济状况不稳定 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么的冲动 他也没有那么冲 讲话没有那么直接 有时候他讲话会得罪别人 以前 因为这张牌卡是代表他以前 就是没有顾虑到他人的感受 所以倒是一种破财的现象 可是他这个个性他改了 因为他有办法去看到就是 别人是有感受的 他讲的话不能太直接 然后当然就是他在 这也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的 或者他之前没有钱的这些经历 他听了很多的风言风语 很多刺伤他的话 很多人嫌弃他什么的这种 所以这变成就是他 有这样的个性也说不定 可是也导致就是如果有人对他出言 就是好像对他很极度的不尊重的话 他是会走开的那种 他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数落他 或者骂他或者污辱他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人 你要么就是你外貌非常符合他的这个 他自己的喜好 他也觉得你是一个直觉 直觉非常强的一个人 你也非常阳光 你有自己的野心 可是因为这是一个皇后的牌卡 可以象征着就是你的野心 不是那种像国王一样冲冲冲的那种 你是属于就是你有你自己的理想 你有自己的愿望 而你有自信去完成这些 所以你不是那种咄咄逼人 可是又很有魅力 可是你拥有一些权力 或者拥有一些你自己能掌控的 的一些生活或者事业 所以他觉得你非常亮眼 你是在你的这个 王位上面做得很舒服的那种 上升太阳月亮 你看这个权杖可以代表 狮子座 射手座 牡羊座 可是可以代表这是你的星座 当然我感觉到这个土象星座也蛮强的 可以代表一个土象星座 摩羯 处女金牛座 上升太阳月亮 可以代表你或者他的星座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他觉得他很难跟你讲话很难跟你沟通 可能因为他是害羞还是就是 可是他的人缘其实是不错的哦 很多人喜欢他 他希望你能主动一点联络他 可能你非常被动或者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他不相信你的原因是因为 要么你跟他不熟 所以他不相信你其实会主动联络他 可是他希望你可以联络他 主动一点 他有跟别人谈起就是关于你 他喜欢你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 你的善良改变了他 我不知道你之前有帮过他还是怎么样的 还是就是你曾经帮过其他人 而他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觉得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们看一下宇宙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你 如果你们想要购买我这张爱我派卡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店 或者到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然后这里他假如说出你的真相 他有一天会说出就是喜欢你这件事情 你内心深处知道你想要的答案 他内心深处知道就是他爱你 因为你看才做到爱心的派卡 不要抗拒顺其自然 他没有说要硬逼你 要跟他谈恋爱什么的 不管你是你有什么优缺点 他会全然的接受你的全部 他是会完完全全接受你这个人 真实的对待自己当个真实的人 他这个人非常真实 然后他希望你也可以活出真实的你 OK 我是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信息 我就觉得他的确是非常爱你的一个人 非常为你疯狂的一个人 希望这个信息有帮助到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更详细的占卜 可以跟我预约一个新人占卜 或者就是想要观看额外的占卜影片 每个星期我都会上传一个占卜影片到我的百月亮会员 我百月亮会员也有交就是雷诺曼和调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站 或者到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或者到zh.lunaporn.com OK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 我们会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选择上号的朋友们 好选上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谁是那个为你疯狂的那个人 你们选了翔这张牌卡 翔可以象征着飞机 可以代表一个海外的人 可是也可以代表就是呢 不是的话也可以代表就是 他觉得你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人 要么就是呢 你觉得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 他不可能爱上你 所以有一种距离感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 好像我配不上你 或者就是呢 我们之间是有实际上的距离 就是住在海外 所以很难联系很难联络 所以这个人可能就是跟你之间 要约会的话 可能或许会比较困难一点 你这张牌卡直接飞出来 福 福也是在天空的 代表就是呢 要么就是这个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两个字天堂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张牌的时候听到信息 可是我很清楚听到天堂这两个字 可能是一个过世的人 可是 可是这里也可以代表他是一个海外人 这很有明显很明显的一个飞机的状况 有距离感 遥不可及的人 要么就是福可以代表一个天一个地 所以你们 你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成长背景 真的是差很远很远那种 累 嗯 这张牌卡 The return 是你的前任 是你认识的人 他想要回来 这个是你认识很久的一个人 你认识很久的一个人 他想要把时间倒过来 他想要回到过去 他放不下你 一个前任 或者以前交往的对象 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说 前任到底是前男友 可是前约会对象应该不是前任吧 是 是前任 是你之前就是有一些 恋爱关系 或者约会对象 是之类的 也算在前任当中 不一定代表一定是要你的前男友 前女友 或者前夫前妻的一个状况 有时候也可以代表纯粹约会什么的 有一种怀念过去 我想回到过去的一个人 这个很明显是前任 哦 他想要跟你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 你自己填补的事情 就是十八斤的东西 OK 这个你们自己去脑补他 可是他其实是蛮热情的 他每次回想起就是跟你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房间不可描述的画面 这类相关的东西 他其实是 还蛮激起他心中的这个波浪 除此之外 这里也可以代表他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OK 夕阳可以代表风向星座 火可以代表火向星座 当然就是风向星座上升太阳 月亮有风平 风 不风平 水平 水平 天平以及双子座 然后火有 狮子射手 牧羊座 轮 OK 在我不知道忘记是哪个号码 是二号还是一号 也出到这张牌卡 可是跟前面的号码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轮 这个是一种轮回 你跟他是有前世因果的 所以你很难切断就是跟他之间的关系 跟关联 这个是一个前人 为你疯狂的那个人 是你的前人 或者你之前约会的对象 你跟他之间是之前是有感情纠葛的 然后轮呢 这代表就是 你们已经不是 这不是唯一的这一世 你是跟他有一些纠葛的 你前世很多轮回都是跟他有纠葛的 无法切断的缘分 或者因缘 或者无法切断的 看你的角度 真的真的 看你的角度 无法切断的夜长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 你跟他之间 在这一世又再次碰面 没完没了的一个 又再次相遇的一个 命运的轮回 这是要我看到 好 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然后抽这个clear card 你知道我抽到这张牌卡 第一个是反映的就是 北节点 还有南节点 这张牌卡跳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这个 我是跟你们之间是有强大共鸣还是什么 我又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 我这几个月没有听到 可能很少做大宗照顾的原因 我很少上床 我最近会上床比较多 OK 可是 对啊 一直听到一些信息 就是北节点跟南节点 北节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讲的North Pole 在占星树里面是代表 就是你这一世的灵魂目的 你需要在44岁之后 迈向的一个灵魂目的 跟灵魂方向 你这一世到底要做什么 而北节点就是代表你的前世 所以有一种 你跟他之间真的真的 就是有一些前世的一些关联 然后 有一部分的原因引力可以代表信引力法则 要么就是呢 你们的灵魂在呼唤他 或者他的灵魂在呼唤你 而导致这种强烈的磁场能量 你知道吸引力法则是这样子啊 当我们灵魂在一个震动频率当中 一直不断的震动的时候 会制造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呢 会变成一种引力 吸引来跟你有相同频率的人事物或者场景 而你有这样的想法 也就是你的想法造就了你的现实 所以你的灵魂有一种震动频率在呼唤他 所以你变成你的磁场 你的aura ok 你的磁场也有这个震动频率 所以这个震动频率呢把它吸引来 你们有一个像太阳一个像月亮 可是也是最佳组合 个性有不一样有极大的差别 可能你们上升太阳月亮也有狮子座 以及巨蟹座也说不定 因为狮子座的守护星是那个太阳嘛 然后巨蟹是月亮嘛 非常强烈的就是在这一世 我把把你引过来的一个非常疯狂的人 这个疯狂 跟二号跟一号是不一样的 这个疯狂是我是觉得 蛮极端的 因为这不是在这一世 的一些渊源 好几世 不是两世 是超过 两到三个轮回的那种 一直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轮回 诶 怎么没有牌卡 第二张牌卡是什么呢 螺旋诶 你凑到螺旋 然后这个是什么 福的牌卡 再很有可能就是在讲述一个轮回 就是我死了之后 我灵魂死了之后 我灵魂离开我的身体 不是我灵魂死了之后 我身体死了之后 我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上到就是天堂 然后又轮回下来 所以有一种就是 因为这个可以代表你的灵魂浮上面 然后你又回到地球 或者现实物质世界 所以有一种一直不断的旋轮 一种螺旋 一直在不断的转转转 你跟它的命运还没有完全结束 如果你爱它的话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再来一次 又会再碰到它 可是如果你觉得 这个是灵魂 然后你觉得 这个是灵魂的话 灵魂的话 那你就 需要在这一世切断 做一个了断 就是你跟它有什么 而而而而而而 在这一世要做个了解 可是如果你觉得 我来世又想见到你的话 那就很好 因为它来世会出现 这张牌卡 有一张牌卡要跳出来 可是Carol真的要跳出来 是个魔术师 她希望 她希望就是可以回到过去 她希望她有这个魔法 可以回到过去 这张Carol的牌卡 比较不像指向Carol 她这个人物特征 比较像是 就是我是个魔术师 我希望我拥有强大的力量 跟可能性 我希望我可以把时间 转回过去 再回到就是云里面 碰面的那个时光 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Akiho 它有一个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是在 讲述一个时间 它有一个魔法书 然后这个魔法书 是由某某去掌管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时间的 一个魔法师来的 可是它有一种 昏昏沉沉的记忆力 不太行的一个消失的记忆 跟轮回非常相似 我不是想要一直在讲轮回 可是 它的灵魂 对你 还有你 或许是讲说你的灵魂对它 有时候也可以代表这一点 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热情 跟憧憬 就是我要再次遇到你 可以多一张牌卡 记录 记录 轮回 你们的记录 你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有 有保存在阿卡西记录当中 阿卡西记录就是呢 它记录了每个灵魂 在这个宇宙当中 所记载的 每一个点点滴滴 不管是多少事 还是你跑到来事 还是你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不是平行宇宙 可是可以代表就是 你在这个宇宙存在 它就会记录所有的点点滴滴 而你跟它是有很长的很长的历史 当然也可以代表在这一世 你跟它在一起的时候 它没有删除就是你们之间的照片 或者影片 它记录了就是你们所有的点点滴滴 它放不下你 它就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为你这么疯狂 你们之间是有很多 很多灵魂转世的纠葛在这里 然后你错了三这个材质 可能是三个轮回以上吧 或者三个轮回 让我来看一下雷诺曼先 如果你们想要学习雷诺曼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 加入我的百月亮会面 到我的王室 好 骑士牌卡代表我来了 我来了 一个新的感情我来了 还有可能你们是小时候认识的 或者你们在二十出头 三十岁以下认识的一个人 可以代表就是小时候啊 你可能国小到二十出头 我不知道 因为小孩的牌卡是代表小时候 如果你们早熟的话 可以代表幼稚园 可是谁幼稚园会 你们早熟吗 可是这里讲说就是 这里讲说三十岁之前 你遇到这个人 你有跟他讲过话 鑰匙的牌卡代表命运的牌卡 就是有一些命运的纠结在里面 你有跟他有聊过话 然后有很多可以谈论新的话题这种 树的牌卡可以代表身体健康 可是如果放在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是代表一个因果关系业障 灵魂成长 你们曾经吵过架 年轻的时候有吵过架 可能有小三或者欺骗银 不诚实耍心机背叛诱惑 骚扰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骚扰的一个现象 可能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 有一个人黑化了 然后变成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或者因为另外一个小三或小王 或者插足你们感情 可能他不是小三跟小王 可是他插足你们感情 你们为了一个外在的人 一个外在的人事物 所以而吵架 然后这里这个女的 他旁边一条蛇 可以代表听信别人的谎言 听信别人的留言 不切实际的 不真实的留言 可以代表就是 他身边有类似的朋友也说不定 可能不是小三跟小王 可能真的是一个朋友 朋友害到你们两个人分开 也或许就是在近期呢 他想要以朋友的方式 就会来跟你全新开始 他是爱你的 把这个爱在树的下面 生生世世都爱你 这个渣谱主题还蛮有趣的 因为这里讲说 谁为你而疯狂 这个够疯狂了吧 这个好几世 就跟你有一些强烈的纠葛在这里 我很少做爱情渣谱的 可是这个是我看过蛮 执着的两个灵魂 执着的两个 无法切断的 缘分 曾经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有一个人讲说 你付出的不够 你是不是在这个关系当中 你已经失去的热情 还是你在这个感情当中 你是不是已经闷了 其实讲一下我已经不是很有趣了 然后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没有讲出来 可能这是他的感受 或者你的感受 我觉得 这感情已经走不下去了 好闷喔 The High Priestess 可能可以代表 就是你们有在占谱 你们是灵修师 灵性比较高 也可以代表就是 你们有在修行 你其实可以代表就是 灵性很高 懂得倾听自己的直觉 懂得倾听自己的第六感 可以代表他或者你 可是因为这是一个女子的牌卡 可是这又是大宗这样子 所以可以代表你或者他 灵性蛮高的 第六感很强 所以 就在蛇的牌卡下面 有一个人撒谎 有一个人不诚实 或者背叛什么的 还是冤枉对方的一个状况 看得非常非常的 有一个人揭穿了 就看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就是 识破这个人 就是他的第六感非常强 在他的眼里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因为这里有两个女性拍卡 我本来是不想要沾性别的 可是这里讲说就是 在这个关系当中 那个男的看这个女的 或者这个女的看这个女的 关系比较像是 或者在这个关系的 女性能量比较强的那一位 其实他非常有魅力 非常有自信 灵性又高 直觉又强 可以看破一切谎言 可能有在修行 可是又有自信 又有智慧 可能有养猫 黑猫可以代表 就是直觉非常强 喜欢占卜占心 喜欢神秘学 或者有打坐 做瑜伽 或者有宗教信仰 因为这里有石是这样 后面是水 可以代表就是 很深的情感 可是不会把它透露出来 他只会给别人看 就是他的这个阳光的那一面 他的这个热情 上升太阳院内有水瓶 双鱼座 我感觉都有双鱼座了 可是有牡羊 獅子 射手 在这个关系当中 可能是他对你的看法 因为你们大部分追踪我的是 女生嘛 可是这是个女性的占卜 在这个关系当中 这个女性能量比较强的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就是你的女性能量比较强的 他觉得这个女性能量 因性能量比较强的这位人 有很多的支持者 有很多的成功的经历 很多很多的人在为他鼓掌 为他庆祝 因为他做的这个 这匹马 很多人在支持他 在鼓励他 讲说哇你很了不起 在这个关系当中 这个男的 或者阳性能量比较强的 这个说话 比较 比较 柯薄一点 直接一点 可是他的直接是没有根据的 各个很有可能在讲这个男的 就是很冷酷 很无情有时候 因为他不想要结婚 我不是在哭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 有点颤抖 可是 就是他曾经不想结婚 他曾经不想办婚你 这个男的 非常冷酷 或者这个阳性能量比较强的 他上升太陽月亮 可能有风向星座 天平水平 双子座 冷酷无情啊 我是觉得 很喜欢批评这位皇后 这个已经不是刻薄了 这个是冷淡到 我不想要结婚 你想拿我怎么办 然后批评是那种 人身攻击这种 毫无任何理由的 在攻击这位皇后 这国王啊 因为他是逆位的嘛 然后又不想结婚嘛 不想组织一个新的家庭 或者他的家庭生活 其实也不是很很 他童年不是很好 所以都导致他为什么了 这个女的曾经也是有一点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成就 只要是 能够跟你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这个男的讲 No 这个女的或者 阴性能量比较强的 他的磁场能量非常非常高 因为他有女祭司 加上 权战皇后 而这个男的他的能量很低 他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 可是他的讲的话是没有根据的 有时候会讲骗话 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没有根据 为了讲话而讲 为了刺伤而耻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他是不是假如说对不起 我们看一下 他为你而疯狂嘛 可是他的自尊心会不会很高呢 我们来揭晓 OK 他有在谈论就是跟别人谈论起你 他希望你没有跟其他人在一起 因为他跟你有很深的联系跟连接 他可能不相信轮回 他你也可能不相信轮回 可是 他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跟他就是有很强烈的联系跟连接 他在玩游戏 他故意的 他故意在玩游戏 他故意在跟你玩的 然后他求求你不要走 他为你而疯狂 他他他他在跪下来 我讲这一时一时 或者一种形容形容词 OK 有种不要走不要走 这样子 你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吗 得看你们自己了 好看一下宇宙吧 我们以宇宙的角度去看 就是 什么状况这是 如果你们想要购买我的这个 爱我牌 有50条宇宙的信息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站 OK ZH.lunapong.com 或者到以下的说明框框 这张牌卡要出来 感受一下身体哪里紧绷 放松一下你身体的部位 我不知道是你想到他你会 你是不是有后遗症啊 因为老师讲他这样子 我是感觉到他 你知道保健国王 他不是一个友善的人 你是不是因为他的言语 而有一些创伤也说不定 可能你们有一些人真的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你想到他你的身体 不自知的就会开始紧绷起来 你们有一些人 可是你们 有另外一部分的你们 就是呢 可能他想到你 他有点紧张啦 OK 不要批评你自己 这个比较像是对你的信息 而不是对他的信息 可能他一直在批评你 导致就是你没有自信 所以变成你批评你自己 可是 就是这个詹谱是想要鼓励你 不要批评你自己 因为我们这里有女祭司的牌卡 加上圈长皇后的牌卡 如果你们是属于 阴性能量比较强的话 这里讲说就是你们 不要批评你自己 因为错的不是你 不要因为一个人批评你 而让你觉得就是 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而约束你自己 他要讲他自己的 他都已经把话 吐出来了 但又收不回来 可是 别人的话 尤其是他的话 不要让他影响你一辈子 不然他的这些 刻薄的言语 人生攻击的言语 会这样跟随你一辈子 他会变成你的 你的 你的 鸟笼这样子 你飞不出来 所以不要让一个人批评你 让你导致你批评你自己 可以我们看一下 尊重你的真相 你要相信你的真相 你要尊重你的真相 放下你的自尊心 当然就是在这个 关系当中 你也是有自尊心的 可是有时候你可能吵架有一点 讲话也是蛮激动的 也说不定 或者情绪爆发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可是自尊心也可以代表 他的自尊心很高 所以 讲说他应该放下他的自尊心 因为有时候感情 感情这个事情 这个关系 就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拍手 才能形成的 有时候当然就是 他这样讲你 你一定会有反应 你反应之后 可能你有时候为了要捍卫自己 因为他帮你讲到 有时候可能没有自信 所以 所以你有时候 会过度的放大 那个自尊心的这一块 因为 人总要有尊严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点过了 也说不定 还是这个牌卡 其实是在讲他 他的自尊心很强 然后接受自己的真相 尊重自己的真相 然后接受自己的真相 好吗 好 现在这个信息 我回应到你们的问题了 如果你们想要更详细的占卜的话 可以跟我预约一个私人占卜 想要观看我每个星期 都会上传一个额外的占卜 到我的白月亮会员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我的白月亮会员 不只是上传占卜影片 也会教你们如何使用 吊饰跟雷纳占卜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址 zh.lunapong.com 或者到以下的说明框框 好 我就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 身体健康 然后加油 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 别人的话 是他们自己的话 不是你 他不是你 他所讲的话 不是真正的你 不是你的灵魂 你要相信你自己 好吗 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 那我就在这里祝你一切顺利 身体健康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 选择20号的朋友们 好选择20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谁现在为你疯狂 我们看一下 谁就是无法自拔的爱上你 你们选了T这张牌卡 T这张牌卡 可以代表就是有人 或者你把这个人当成是候补 当成是备胎 把他当成是一个可以代替的一个角色 就随时我都可以换掉你 我随时都可以顶替你 你只是我前任的一个影子 或者你只是因为我现在单身 所以呢 我暂时就是 暂时就是眼里没有你 这很有可能就是暂时 暂时就是先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眼里没有你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张牌卡可以代表就是 你跟他 他可能把你当成是候补 这是之前所发生的事 还是如果这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话 可以代表你把他当成是一个工具人 或者就是可以随时代替换掉的一个对象 给我们看一下 先别急 我们需要看其他的牌卡 先别急 应该还是第一张牌 好吗 这张牌卡 去 这可以代表就是 你或者这个人呢 在感情当中呢 其实一直在换对象 很冲动的 然后一进到感情 就是 约会了再说 很冲动的进入感情 所以很很快的 从这个感情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有很多的 替补 这是我看到 所以在进入感情的时候 有很多的争吵 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跟状况 如果这是在讲 就是你问的这个人的话 也可以代表就是 他曾经把你当成一个替补的一个状况 然后很快的就是想要疯狂的追求你 你们甚至有一些人很快的跟他进入感情 然后 可能他太 太冲动了 或者就是太 太恐怖了 所以呢 这导致就是 你跟他有一些争执 你可能拒绝过他 如果你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你很快进入一个感情之后 一直吵架 因为因不了解 所以在一起 轮 所以这件事情呢 一直不断的发生 不只发生了一次 发生了好多次 20号 可以代表有一个人写 一个感情 0可以代表我对你没有爱 OK 所以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幻 这个人 对你有很强的那种幻想跟幻觉 他有一种 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出到 就是前三个号码 没有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跟踪狂的一个现象 给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 这张拍卡要出来 踢 然后小鹰他穿着櫻花的服装 桃花 他有很多的踢带 有很多的后部 他也把你当成是其中一个替代跟后部 也或许是假的说 你把他当成是后部跟工具人 因为你知道他很不可靠 好 可是当把别人当工具人 也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要看情况 你们是哪一个 哪一面的 因为这是大众参谱 可以代表从你的角度 或者从他的角度 感情这个是 感情对他 或者对你来说 其实桃花蛮旺的 所以你要看谁的桃花旺 所以那个桃花比较旺的那个人 一直在找替补的一个状况 火 火焰加上蛆可以代表性关系 夜情 为了 为了一时的热情 就是 有一个人是下半身思考的人 就是 这蛆加上火焰 不是一个很好的牌卡 这个组合 我看一下 我继续看 南魔术史 他看起来很斯文 可是吵架的时候 不知道 就是好像觉得就是 他会找到他的 他吵架的时候 要么就是非常激动 要么就是非常冷静 可是你吵不赢他的 因为怎么说 就是开头 海杜他是一个魔术师 你吵不赢他 非常自我自大的一个人 可以代表男人的那个 至尊心非常的强大 这样子 知道牌卡要出来 是什么 随缘 随缘可以代表就是很多的情感 或者很多的 很多的 我要怎么讲这个 在房间不可描述的一个场景 你自己脑部 可是这里也可以代表 一个 不断的在为这个人而哭 或者不断的 为这个人而难过 然后发现到一切都是幻觉的一个感情 这个关系当中 阳性能量比较强的那一位 或者男性能量比较强的那一位 很喜欢吵架 很喜欢跟 竞争 很喜欢比赛 很喜欢辩论 很喜欢跟人家闹不愉快 而 这个阴性能量 这个女性能量呢 在这个关系当中 有很多的粉红泡泡 很多的幻觉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梦想 给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为你疯狂的那个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非常浪漫的人 或者他很有创意 或者是玩艺术的 或者有很多人支持他的 或者他的名声 很多人知道他是谁的 也或者他上升太远月亮有巨蟹座的 当然有看到火像跟水 水像星座啦 可能有狮子 舞羊 射手 水源有 水源的牌卡可以象征着 双鱼巨蟹 天蝎座 他对你的浪漫是变来变去的 永远都不会 可是他为你而疯狂 你应该是他少数不能拿捏的人 所以他才为你而疯狂 可是他为你而疯狂 爱你爱到无法自拔的 那种程度是因为你 不照着他的剧本走 你跟他有距离 因为他变来变去 而导致你疏远他 可能这是远距离的恋爱 或者你故意刻意疏远他 你故意的 因为你觉得为了你心灵的健康 你没办法 身心灵健康 需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感 其实的牌卡可以代表就是一个 在感情不知道要选谁 可能有很多的选择 捉摸不定的一个人 他的选择不只有你 可是因为他不能拿捏你 所以他才现在为你而疯狂 他很会话言巧语 很会谈感情 很喜欢玩弄别人的一个人 一直在换女人 这个吧 我是不是讲的太直接了 OK B掉B掉我们重新再来 OK 他的他一直在换 他的交往对象 哎呀十字路口代表很多选择 他可能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他是爱你的啊 这是我看到 因为他很难拿捏你 他还没长大 他又用下半身思考的一个人 他还没长大幼稚 还不成熟 还想要有一个新的感情 就算你跟他在一起 他还是会继续的 他为你而疯狂 他为你爱 可是他不专情 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我最近跟一个人讲话 然后发现到 因为他小时候就有劈腿 这种状况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我讲说你啊 一直在搞小杉 你最好啊 不要再继续做下去 每次看到他 他就被我骂 OK 就是一个朋友啦 OK 每次被我骂 然后有一段时间 就没有联络他了 好几年了 然后最近又见到他 然后 没想到他不止 他不只有小三 他有小四 小五跟小六 然后 还有一个圆培 所以我整个是傻眼好吗 怎么越来越严重 所以 渣的人是不可能改变的 他的症状 要么就保持在小三 要么就越来越多 让我有近期有一个领悟 让我傻眼大开眼界 你懂吗 然后我讲说 呃 这不是我骂他就可以 改变的东西啦 我当然讲 当然你们是想说 是朋友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为了他 好 你懂吗 为了他另外一半更好 所以一定要讲几句嘛 对不对 被我酸啊 可是这个 现在我一点不太想要说什么 我这个是傻眼 可是也透过他我才知道就是 哦原来 一个人劈腿会做什么东西 然后 对哦 就是从他的身上 当成一个借镜 这样子 好我们看一下 就是 他的其他的特征 为你疯狂的人是谁 你是一个这个女性能量啊 或者阴性能量的这个这位女士 她真的在感情当中是非常非常懂得付出 非常懂得照顾另外一半 他一旦进入一个感情 他非常爱 然后他的爱是那种 很有 很 体恤别人 然后很懂得关心别人 照顾另外一半 他给了爱 他进入感情是给满满的爱 OK 可是他就是遇到了一个 不太好的感情 因为圣贝儿 他把圣贝给了一个错付一个人 所以呢 导致就是这个受伤的 女性可以代表你 在感情当中 变成非常冷酷 骂人 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是一个负担哦 你看权杖石在那边 那是一个负担 要么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 要么就是没有时间陪你 要么就是呢 跟你借钱 跟你拿钱 或者就是没有 事业很不稳定 事业 不想定下来 事业不好 你怎么讲他都没有用 因为这里 Queen of Swords 就是宝贱皇后 你变成 他把 你越是跟这个人在一起 如果这个女的一直持续 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话 这个男的永远都会挖出 他内心最丑陋的那一面 就是他会讲出一些非常刻薄 非常没有同理心 然后会刺伤你 会数落你 这种他会把你最糟糕的那一面 带出来的那一种 就是一个这样的感情 我只能说就是呢 离开这个 这个 这个人 这个 圣贱皇后 他可以回到他以前很 很温 温柔或者很 很爱别人 很 有同理心很懂得照顾别人的这种 回去 回去到他原本的样子 可是继续在这个关系当中 对这个女性能量是不太好的 这个女性能量 其实不管性别 我现在看到风向星座 水向星座跟土向星座 全部的星座都有看到 因为这里有火焰吗 如果用英文讲的话 this person brings out the worst in others 就是他这个人把 另外一个人最黑暗的东西 最黑暗的一面给带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人有什么话想对你说 他跑掉了 他跑掉了 都讲了他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他跑掉了 可是他又希望就是 你没有跟其他人在一起 因为他为你而疯狂 他有在打听你的消息 也有听到你的消息 然后他想要跟你讲 也或许是个骗话 所以你只能 只要听听就好 他想跟你讲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照顾你的 他其实是想要跟你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 在房间里面的一些活动 所以你们自己脑补 OK 他的目的性非常的重 所以你需要小心 如果你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过 这很有可能是他曾经的历史 OK 这个为你疯狂的人 他可能暗恋你 你需要小心 你身边有一个渣男或者渣女 可是我看到比较像是一个渣男 OK 对 他的男性能量比较 比较明显 所以你们需要小心一点 远离这个人 不要让这个人接近你 好 我们看一下宇宙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你 这张牌卡是我的 爱我牌卡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店去购买我 此时此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 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感受内心的平静 你并不迷惑往内心里面看 放下你的仇恨 好 这五张牌卡是讲说就是宇宙想要告诉你 此时此刻做一些让自己快心快乐的事情 然后不要管这个人 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没有他在身边 你可以感受到你内心的平静 你并不迷惑 你其实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接近你的话 然后往内心里面看 然后放下你的仇恨 你觉得就是 这个人怎么好好讨厌 你只要无视他就好了 可是不要让你心里面支掌这个仇恨 讨厌他 因为当你讨厌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受伤害的不是 往往都是别人 往往都是你自己 因为你好像拿着你手里面拿着个碳 你只要往别人身上丢 可是你很有可能会miss这样 可能就是中不到就是这个人 反而就是你拿着这个烧的碳 受伤的一定会是你先 到底能不能中到那个人 因人而异 看情况 所以这里假如说就是不要恨这个人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尽可能跟这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如果你们需要一个更详细的私人占卜的话 你可以跟我预约哦 然后如果想要观看 就是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到我 白云料会员的一些额外的大众占卜的话 也可以交我的会员 我的会员 不止每个星期会上传影片 也会教你们如何使用雷纳麦跟吊式占卜 感兴趣的话就到我的网站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